伦伯的教案挾家文化官 为特别团兴挾家文化 特别甘第五的新政社区 并民各社以及相关社团来合作 基盘拆机農业文部的收众典类 典子各种高兆的農区 生活企固和相业用品 也关注典类農业时代的传统 继续典类 这次典类到11月24号 也关注典类農业典类达家文化的主要地区 有着营销保存特殊文化 整个文化官特别和在地社区 好好以及社团合作 基盘古早门门的电源 完全典类農业时代的传统企团模 也让很多民众想起以前 来这边看到以前的很多的旧农具 想到小时候的回忆 像这个就是在用稻米 让它把那个炸的东西流出来 以前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这些电源来说 这是非常兴趣的 尤其是说打那个切香的 现在根本就没底下 这次配合电源的洋民国秀和新增社区 也分别担到国众早期农业工具 前来电源 这些文物对侯后来说有够的意义 每种企固不要的用途和故事也达到 让民众最小了解 这些就是我们农业时代 正是我们像我说的最佣 三不五十个 插去看看时间够的 温度够的 整理温度的就对了 对 切切温度 现在还有这种东西 应该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学校现在除了积极的维护这些古文物以外 也透过数位典藏的方式将这些古文物拍照 还有将相关的他们的这样一个简介 放在我们学校的网站 这次教育客观除了贤作经理这些古典的文物 做电出 电机结束之后 这些砍棒和改刷牌也会让社区继续延用 充施社区的电脑空间 影响保存 教育的特殊文化 我们会把它造册 然后用这个图标的方式把闽南语的名称 课语的名称 还有它使用的用途 做一个陈列 那把这些文物跟老照片整理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展览 然后展览过后 希望能够回到每个社区的空间里面去 让它做一个社区的小展示空间的布置展览 这次的电缆除了电视就 这次的客家的特殊文化 它可以让人看到古早的农村时代的无忧 如果想要回到以前的名称 这次的电机将会到11月24号继续 大家就要记得很高兴兴 记得炭建华 彩虹报道